在蘭嶼漁人部落可以看到民眾 三三兩兩站在一起 這樣忙著一張漁網攤開 然後雙手仔細地做整理的景象 因為每當蘭嶼進入飛魚季 居民就不約而同地開始在家門前 或是船上整理捕撈飛魚的工具 按照蘭嶼捕撈飛魚的傳統習俗 男人們會乘坐傳統食人粥 在晚間的時候出海 騎老們就趁這個時候 教年輕人怎麼用火把來捕撈飛魚 謝家水祈禱說這到八年前 之後完成食人粥 本來是要傳承給別的長輩 不過他看到很多年輕人 沒辦法體驗傳統捕飛魚的過程 於是他把粥接下來 只是希望可以傳承文化 入院之後 帶著年輕人緩緩地移動到水中 然後在傳統點起火把 乘坐著頂著光火 在黑暗之中航行的平板舟 上岸之後 居民們坐下一塊吃飯 訴說部落歷史的騎老 說激動船的出現 也讓傳統食人平板舟 逐漸在部落灘頭消失 他們憂心捕撈飛 傳統技術失傳 趁著年輕人充滿熱忱的時候 想要學習 他就帶著欣慰跟感慨出海 一心只盼著部落文化傳承的火把 不要就此熄滅 記者小明星大陣 台東藍瑜 長官報導 好 好 好